就在中共当局已开除上海的三名嫖娼法官来平息公众愤怒的同时 8月7号上海市人大常委的夫人杨小荣 实名举报上海市人大信访主任乌立群 索要去收受她的财务以搞定法官 另外也是最近几天 原太子乃集团董事长李图纯实名举报 现任湖南省交通厅副厅长萧文伟制造了太子乃冤案 此前还有中国大陆记者实名举报 中共前发改委副主任刘铁南 以及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 尽管现在不仅仅是普通民众 就连中共体制内的人士也是纷纷加入网络实名举报大潮 令汤官们文网色变 官场是人人自危 不过也有大陆的学者认为 这种扩大到各阶层的举报潮 虽然是一种进步 但同时也是一种悲哀 在这场网络实名举报的大潮中 值得指出的是 上海三名法官被吊倒 也是因为嫖娼录像在网络上曝光之后 才推动上海当局采取行动 此前爆料人尼培国 因为案件判决不公 曾赴京上访 却石沉大海 这迫使他采取基督山伯爵式的报复 来扳倒他眼中的妄罚官员 北京注册会计师杜延林指出 在整个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 靠政府内部所谓的反腐机构和检察机关 来发现贪污腐败的犯罪几乎是不可能 随时都会暴露在互联网上 所以也对他们的行为会形成一种制约 但是同时我们也会发现 当这种举报日益频繁的时候 官方也会出台一些互联网的监控措施 来对网民进行限制或者打击报复 据大陆媒体报道 2012年下半年以来 频发的房书房审事件 令住房信息系统成为一些官员的梦魇 一些地方政府加紧出台了房屋信息查询规范 这些规范对输入人名 查询名下有多少房子的人 以人查房的方式做出专门约束 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学副教授乔木认为 虽然网络举报影响很大 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取决于官方的态度 面对网络举报的潮流和民众监督的强大压力 乔木认为政府是比较矛盾的 当局是在有选择的查处 而且尽量做一些切割 乔木分析 当局可能尽量把个案跟政治制度和更高层的领导切割开来 从薄熙来王立军古开来等一系列案件来看都是如此 乔木指出 由于互联网的存在 以及公民意识的觉醒 使得当局不得不面临强大的压力 所以未来中国会发生一些政治上的改变 从中共官员贪腐的普遍性来看 他相信网络实名举报会越来越多 直至带来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从具体的个体的监督转变成全面监督 比如实现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 在这里 您的全部位置 您可以切磁的确切